上禮拜我們講邏輯證明 大概稍微談了一下 已經大致上看到公理系統 然後什麼叫數學證明 然後有矛盾的話會怎樣 然後我們還沒有看到位詞邏輯和一階邏輯 所以我們稍微看一下 什麼叫做位詞邏輯 先看布林邏輯 布林邏輯就是像這種 我裡面的事實只有像P、Q、R、A、V、C 這種單純的就是一個變數 一個二值的變數 這種叫布林邏輯 但是位詞邏輯是有函數的 就像如果某人是我的父親 那他應該是我的parent OK 那如果 John是Johnson的父親 那我們又說 如果某S是Y的父親 的雙親的話 那他就是他的祖先 然後呢 然後呢 Z是Y的雙親 然後呢 S是Z的祖先 那S就是Y的祖先 那我們就可以這樣子推論出那種 祖先祖 祖先祖 或者是子代祖 這種東西 那一階邏輯就可以寫成像上次我們看到的 如果蘇格拉底 人都是會死的那蘇格拉底是人 那蘇格拉底就會死 這樣子的邏輯形式可以寫得很數學 那再來的話 我們上次講說應該是蘇格拉底 蘇格拉底 蘇格拉底 他把那個 exist 跟for all 這兩個運算加進去 位置邏輯裡面 然後就出現了 這種一階邏輯 那這邊一階邏輯就是 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很有名的句子 這句子是什麼呢 來看一下 他說 你可以暫時欺騙所有的人 然後 你可以永遠欺騙某一些人 但是 你沒有辦法永遠欺騙所有的人 那 所以 像這種東西 你就可以把它寫成 位置邏輯 這邊的 這一個句子就是說 存在一些人可以永遠被欺騙 那就是 exist x 存在x person x 然後 for all y 對於所有的y timey 所以y是一個時間 can fool sy 就是 就是 他可以永遠被欺騙 ok 那所以你就可以透過這樣子寫出一些 跟自然語言對應的語句 好 那這邊還有一個更高階的邏輯 叫做二階邏輯 他 在位置邏輯裡面 這些 這些 存在的這個項目 只能夠是 函數裡面的 這一個 這一個 syz 這些東西 可是呢 在二階邏輯以上呢 它存在的項目可以是函數本身 這個就變成二階邏輯 那透過這種邏輯系統呢 二階邏輯當然比一階邏輯強大 一階邏輯又比 物理邏輯強大 那 它就會有一個 越來越強的系統存在 那 1929年的時候 哥德爾就證明了說 一階邏輯是一致且完備 也就是 所有的一階邏輯定理 通通都可以透過電腦證明出來 所謂機械性的程序 基本上現在就是 以電腦為核心的 那所有的一階邏輯定理 都可以透過電腦證明出來 而且不會導致矛盾的結果 那這就是哥德爾完備定理的 的陳述 那這裡有兩個 兩個不同形式的陳述方法 第一個 哥德爾定理的第一形式 他說 Every formula valid in all structures is provable 就是 每個算式 只要它是永遠真的 那 它就可以被證明 OK 那另外是 Every formula c is either refutable or satisfiable in some structure 就是 對於每個公式而言 要嘛它就是 可以被否證的 要嘛就是 它可以被滿足的 OK 好 那這裡是 看到 物理邏輯 位置邏輯 一階邏輯 二階邏輯 哥德爾完備定理 那這個其實是一整門課啦 我們這邊只是大概介紹而已 那接下來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來證明 到底 哥德爾完備定理 其實我們不證明了 那 基本上 哥德爾完備定理在 有一些人工智慧 像有一本 很經典的人工智慧書籍 叫做 艾瑪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Modern Approach 那這個我從 碩士用到博士的一本 教科書 一直到現在它都還是聖經版 那 哥德爾 提出完備定理後一年 他就提出了不完備定理 然後 這個不完備定理就否決了 希爾伯特的第二個問題 也就是 你說他解決了 其實是否決的 那 否決了什麼問題呢 他說 希爾伯特希望證明 算數公理系統的無矛盾性 但是哥德爾說 這件事情是做不到的 因為 算數公理系統 存在一些定理 你沒有辦法證明 而且你永遠證明不了 那這就是 就是那個 哥德爾不完備定理 那 這裡就 已經 上次已經講過 像理法師悖論這樣的 我們直接來看 哥德爾不完備定理的 想法 好 那這邊 哥德爾第一不完備定理 他定理G1說 如果公理化系統T 這個包含基本算數 也就是皮亞諾公社的一致性系統 皮亞諾公社我們上次有給各位看過 就是那個數學歸納法的那個公社 還有印象嗎 好 那皮亞諾公社的一致性系統的話 那麼 T中就存在一種語句 是你無法用T證明S也無法否證 那他的意思就是說 存在一種 存在一個定理 無法證明 也無法否證 OK 好 那哥德爾第二不完備定理 這個是第二種形式 他說 如果公理系統T是包含基本算數的一致性系統 那麼T無法證明自己的一致性 也就是存在一個定理你無法證明 至少存在一個定理 你是沒有辦法證明 OK 好 那這個講起來都比較邏輯性 但是我寫程式的 我喜歡用程式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直接用程式型的方式 這是我的解讀 這不是那個哥德爾的 也不是別人寫的 然後把上面的定理 稍微轉換一下就這樣子寫 定理G3 不存在一個程式可以正確判斷 一個包含算數的一階邏輯之串是否為定理 也就是說 你想寫一個這樣的程式來判斷某個字串是不是定理 這件事情是做不到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樣子 用我的方法來證明 因為哥德爾的方法 你知道他的證明有多少頁嗎 101頁 一個證明證了101頁 證完 所以我們不可能介紹那一個 那 所以我們就 而且他裡面還牽涉到什麼哥德爾化 因為當初還沒有二敬衛這種想法 所以 所以哥德爾用直數 來做一個非常複雜的哥德爾化的形式 所以那個 那個東西會變得很 所以我們 用程式的角度來看 那 首先我們採用反證法 採用反證法的方式就是說 假設這個東西存在 那 我們能不能導出矛盾 那如果這個東西 假設存在 它可以導出矛盾的話 那唯一的解釋就是這個東西不存在 好 那我們就看 這樣一個程式 如果存在 也就是 我們可以寫出一個程式叫Provable 可證明的 那 你傳一個字串進去 這個字串 就是一個邏輯式 當然如果你傳的是不合法的邏輯式 它直接就否決了吧 那 如果你傳的是合法的邏輯式 那它就會檢查 如果這個字串是一個 定理的話 就傳回1 否則的話 它就傳回0 好 那透過這樣的一個 假如這個程式寫得出來 不管到底怎麼寫 假如這個程式寫得出來的話 那 我們 就可以 創造一個很奇怪的問題 我們創造一個 我們把Provable本身 也 變成一個陳述 變成一個邏輯陳述 然後呢 我說 Is Theorem 存在S NotProvable S And NotProvable Not S 也就是說 存在一個 S 這個 這個 規則 這個邏輯式 是 它不能被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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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把它反過來 Not S 也不能被證明 OK 那如果 存在這樣一個東西的話 那 那就是說 有一個邏輯式 你沒有辦法知道 它是真的來講 OK 那這裡 我們把這個邏輯式 給輸入到Provable 這個函數裡面 它會得到什麼結果 如果我們把這個邏輯式 再輸回去Provable這個函數裡面 它會得到什麼結果 那我們就可以檢查一下 我把剛剛的邏輯式 輸入到Provable裡面 然後 它說 如果Not T 是一個定理的話 那這就代表 Not T 是一個定理的話 這代表 那一個邏輯式 T這個邏輯式 也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邏輯式 Not T 它 是個定理 那也就是說 Provable 可以正確證明 所有定理的話 那 那就 Return 1 OK 但是 這樣的話 它就會違反 上面的 這一個說 如果 Is Serum 為假的條件 所以這條走不通的 那接下來如果說 Not T 不是個定理 那 意思就是存在某個定理 是無法證明的 這樣的話又違反了 Is Serum T 為假的這個條件 所以 每一條 都走不通 OK 可以 最後 這個 被證明是不可能的 那我們是用 程式的想法 你每一條都走不通 代表這個東西是 不存在 好 那這個東西如果 那這個東西如果 再回到 後來大概在 1943幾年 四年 四幾年的時候 圖靈 出來提了一個 類似的問題 叫做停止問題 那他就在說 請問你有沒有辦法 寫一個程式 判斷另外一個程式 會不會停下來 好 如果會停下來 我們就輸出1 不會停下來 我們就輸出0 好 這件事情做不做得到呢 那我們把它寫成 一個函數就會變成這樣 E是Halt code data 這個code就是說一個程式 Data就是它的輸入 這個程式的輸入 如果這個code 再輸入這些Data之後 會停的話 那我就輸出1 不會停的話 我就輸出0 那 這樣的函數真的存在的話 那我們 就創造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是用 isHalt來 為基礎來做的 我做什麼事情呢 我說 如果這個程式 在輸入了 把自己的程式碼 當成輸入 輸進去之後 如果它會輸出1 也就是會停的話 我這個U 就不停 但是如果它不停的話呢 我這個U馬上就停 那現在問題來了 請問我把U輸進isHalt 到底會怎樣 那就會產生一個矛盾 因為 如果isHalt UU的話 會傳回1 那四趟它就會進入無窮迴圈 也就是UU不會停 那 UU不會停 你又跟我說它會停 那你就錯了 對不對 所以你的isHalt 是錯的 接下來 OK 如果isHalt UU傳回0 那它會進入 else的那個 區塊 然後它就會馬上Halt 馬上停止 所以 就代表說 UU會立刻停止 但是 UU會立刻停止 你又告訴我 傳回0的話 代表UU不會停止 那你又判斷錯了 所以 OK 有同學在問為什麼 這個仔細看一下 來 這個你要看到這個U的構造 仔細看這個U的構造 這個U是說 我現在有一個程式 對 我把自己輸入 如果它會停的話 我就輸出1 我現在有一個程式 我把自己輸入 如果它會停的話 我就輸出1 如果它不會停的話 喔 不是 會停的話呢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 如果自己 把自己 這個程式 輸入到 當成輸入 輸入給自己 那如果 如果我們剛剛那個 以時後的函數 判斷是 輸出1 也就是會停的話 那我做什麼事呢 我就進入無窮迴圈 這個程式 你要進入無窮迴圈很簡單 你寫一個 壞有1就可以了 對 你寫一個壞有1 它就無窮迴圈了 壞有true 它就無窮迴圈了 對不對 所以我只要在這邊寫一個 壞有true 那也就是說 當它判斷是會停的時候 我就不停 接下來是 否則的話我就停 否則就是當它判斷 不停的話 我就停 這是刻意創造出來的一個矛盾 就跟 這個東西會稍微難想一點 但是你把它回想一下 我們上禮拜講的東西 我們上禮拜講什麼 像禮法師悖論 或者是上帝 是不是萬能的 對不對 上帝為什麼不可能是萬能的 你再想一下 因為 上帝如果是萬能的 他有沒有辦法創造一個數學問題 難道讓他自己解不出來 如果他有辦法創造一個數學問題 難道讓他自己解不出來 那他就不是萬能的嗎 因為他至少有一件事做不到 如果他沒有辦法創造一個數學問題 難道讓他自己解不出來 那他也不是萬能的嗎 因為他至少有一件事做不到 對不對 這個很像 好 這個很像的原因是說 我現在呢 一樣 我先假設這件事情成立 也就是 我假設我已經寫好了一個叫 is hold的函數 他可以百分之百正確的判斷 把這一組資料 輸入到這個程式之後 會不會停 百分之百正確的判斷 那你會覺得 欸這件事情很簡單啊 這件事情 我只要做什麼事呢 欸很簡單 我就去跑這個程式嘛 那如果這個程式停下來的話呢 然後 我就輸出1 然後如果我就去跑這個程式 把資料輸入然後跑 然後如果這個程式不停 我就輸出0 欸這裡有一個矛盾 對不對 為什麼 他停下來沒有問題 萬一他停下來我就輸出1 萬一他不停下來我怎麼辦 我有辦法輸出0嗎 萬一他不停 我就一直等啊 那我不能強制把他中斷說 OK 你現在停了 那我怎麼知道 到底你是真的要停 還是被我強制中斷停 所以 當他不停的時候 我就要一直等 那我就等到天長地久 其實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到底會不會停 你如果今天 譬如說執行了 100天 然後他不停 然後你就說OK 這個程式不會停 結果他定101天停了 那你又錯了 所以 所以 你並沒有辦法很容易的創造出這樣一個程式 可是 現在我們要證明這件事情 我們先假設這個函數真的存在 他有辦法正確判斷 好 如果他有辦法正確判斷的話 那 那 那就是他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會停就輸出1 不會停就輸出0 好 那接下來 假如這個函數存在 我就可以 故意創造一個奇特的函數來為難他 好 怎麼為難他呢 這個 故意用來為難ishold的函數 就是這樣寫的 叫做u 他的輸入就只有code 就是一個程式 好 但是這個程式呢 因為我們剛剛的ishold是必須要包含一組資料 才知道他會不會停的嘛 OK 那可是我 我的資料就是程式本身 好 我就把程式直接輸入給自己 看看他會不會停 那如果今天他會停的話呢 我就輸出1 他判斷會停 他判斷會停的話 他就會輸出1 他一旦輸出1的時候 你判斷會停嘛 對不對 好很好 現在你判斷會停 我就不停了 好 我就故意要讓你錯 你既然判斷會停 那我這個程式就當機 我就故意當機 那接下來呢 你就錯了 可是萬一你說 你的輸出不是1 那也就是輸出 0 因為只有0 你輸出不是1 而是0 那就代表說 你判斷他不會停 你一旦判斷他不會停的時候 我就馬上停 你又錯了 OK 所以這個 這個U 創造出來 就是故意要為難 為難 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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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時候 我創造出來 為難 是0 可是我總要有一個Case 證明說 這個 是0 是0 什麼時候會錯 就是我把U 輸入的時候 他就會錯 這樣問題 Is hot UU到底是什麼 Is hot UU如果傳回1的話 那根據U的定義 這裡就是 Is hot UU 我把U傳進來 那他就是 Is hot UU 那Is hot UU如果輸出1的話 這裡不就告訴你說 它會loop forever 也就是它會當機嗎 那既然它會當機 你又說它會停 那是什麼意思 你錯了 OK 同樣的 如果Is hot UU 是0 那就代表說 Is hot 判斷UU 是不會停啊 可是呢 Is hot 判斷UU不會停 可是我馬上又停下來了 那你又錯了 所以不管怎麼樣 你都是錯的 也就是 Is hot 根本就不可能存在 因為 只要它存在 我們就可以創造出一個程式 讓它 永遠是錯的 好 那這就是 計算理論裡面 很有名的停止問題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通常在離散數學裡面會講 這個問題通常在離散數學裡面會講 我不知道你們離散數學有沒有講 這個問題 停止問題 OK OK 那 這個最後就是 這 比較 比較新的一個 很著名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一直到現在都還沒有被解決的 叫做NP complete的問題 NP complete的問題 這個 這個講起來有點複雜 這是1972年 Steven Cohen 所提出來的 那 Steven Cohen呢 他提出什麼呢 各位在學演算法的時候 你們應該都有學到複雜度 對啊 欸 其他科系的同學 你們也知道複雜度是什麼東西嗎 不知道 那 我 我舉一個例子 你們有沒有學過 排序演算法 泡沫排序 有嗎 OK 泡沫排序 請問他的複雜度大概應該是多少 你寫泡沫排序的時候 你是不是會寫兩層回圈 4 i等於1到n 4 j等於1到i 然後 如果 一副 那個ai大於aj 那就把它換過來 之類的 就會兩層回圈 對不對 那兩層回圈 如果我寫的 更那個一點的話 4i等於1到n 4 j等於1到n的話 也OK嘛 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 他是不是第一層執行 每執行一次的時候 那一層都要執行n次 好 那他總共外層會執行n次 所以他總共會執行幾次 執行n平方次 對吧 好 所以他的複雜度就是n平方 這就是所謂的複雜度 也就是說 你到底一個東西執行需要多久的時間 這在我們的領域裡面 這門屬於演算法的課程 那演算法裡面複雜度的定義很清楚 那剛剛以泡沫排序法而言複雜度是n平方 那你們有沒有學過另外一個像插入排序法 OK 或者是快速排序法 或者其他的排序法 那如果有的話你會發現 其實泡沫排序法不是很快的方法 他是很慢 比較慢 那比較快的像插入排序法 他會比較快一點 可是實作因為插入排序法的實作會 需要移動不少東西 所以事實上他並不是最快的 那平均最快的是快速排序法 可是快速排序法的最糟狀況是n平方 OK 所以就每一個演算法都有他的所謂的複雜度 那這個big o是說最糟狀況他會是怎樣 所以以快速排序法他最糟狀況也是n平方 可是插入排序法永遠都是n of n 好那現在問題來了 如果你今天是n的一次方 這個問題應該算是容易解的 如果今天是n平方 那問題也還不太難解 n三方的話問題就難解一點 n五四方基本上就有點蠻難解的 可是問題是這種都還算是有可能解的 問題是如果你今天是2的n四方 這種問題他會指數暴漲 這種就叫指數暴漲 這種指數暴漲的問題呢 只要n大一點 你永遠都解不出來 你可以想想 n如果是1000 2的1000四方是多少 你永遠都解不出來 2的1000四方超級大 所以這種所謂的2的n四方的問題 在電腦上面基本上都是不可解 你可以解的就只有n非常小的時候 比如說100以下 那我還有可能解 那我還有可能解 n到1000 那基本上是完全不可能解 就算你電腦再快也沒有用 那現在問題來了 這種所謂o的nk四方的演算法 我們都稱它為多項式演算法 2的n四方的這種演算法 我們稱它為指數時間演算法 那有一些問題很明確的需要2的n四方的時間 有哪一些問題是明確需要2的n四方時間呢 各位有聽過河內塔問題嗎 Hanoi Tower 就是在越南的河內有一個廟對不對 它有一個 有一個柱子 然後三根柱子 然後有很多那個鐵圈 然後小的都會放在大的上面 然後變成一個金字塔形狀了 那現在問題是 它那個廟就說 如果你今天可以 翻動這些鐵圈 但是永遠都不能夠把大的疊在小的上面 那你可以把所有的鐵圈從第一個柱子 移動到第三個柱子的話 那 就會發生神奇的事情 或之類的 你心想事成 OK 那問題是從來沒有人可以做完這件事情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鐵圈好像有十幾個 那十幾個的鐵圈 到底需要這樣搬搬多久呢 你就可以寫個程式去算 你會發現你的程式 只要鐵圈十幾個的時候 你的程式也算不太出來 因為要搬很久 非常久 如果三個的話你可以搬 四個的話你也可以搬 十幾個你就是搬不出來 因為太久 因為那個是2的n次方問題 OK 好 那現在問題來了 有一些問題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 到底是2的n次方 還是 n的k次方就可以解決 也就是說 我不知道它到底是指數型問題 還是多項式型問題 可以解決 那 這裡 排序問題 nlogn就可以解決了 所以排序問題當然是多項式時間的 搜尋 按鈴 矩正相乘 計算反矩正 這都通通都是多項式時間的 那 問題是 像核內塔問題那種就是 絕對是2的n次方的問題 可是有一些问题它不是 举个例子 植数分解 因素分解 因素分解这个问题 或者是判断植数这个问题 你写一个程式需要多久的时间才可以判断 那你会说很简单啊 我就写一个程式从2开始一直数到n嘛 如果有办法把它除尽的话呢 那我就说OK它不是指数 那如果完全没有办法除尽 那它就是指数吧 那问题是这个跑多久呢 你想一想一般来讲 你初次想你会觉得很简单 因为就跑从1跑到n-1 那不就是big on吗 可是这里有一个问题 因为它所谓的复杂度是以输入的长度 来计算 而不是以输入的数字来计算 输入的长度 你看到一个数字 n 它的长度是多少 它的位元素 log n 它的位元素只有log n 所以当你需要从1数到n-1的时候 其实你就已经是2的k次方 这个k就是log n 就2的log n次方 那所以它是指数n 你的解法是指数型解法 那你有没有办法找出一个非指数型解法 比如说多项式解法 这个问题如果你可以解得出来 全世界的密码通通都被你破关 因为现在密码的关键核心是RSA 这个演算法 RSA这个演算法 所依赖的就是指数分解问题 它依赖的就是指数 你没有办法很快的分解 那你会觉得指数真的没办法很快分解你 粗看你很简单 问题是我有一个 我有一个1024个位元的指数 你有办法很快分解 这不够我用2048位元的指数 你有办法很快分解 2048位元的指数有多大 在我们电脑 一般的电脑里面所使用的数字 都只有32个位元 你现在64位元电脑最多到64位元 那你到了1024位元 2048个位元 那已经是比下电脑多天文数字倍 所以那个东西 因素分解是一个非常 在演算法上面非常难的问题 但是因素分解还不是NPComplete的问题 现在那个Steven Cohen 他所提出来的NPComplete 不包含因素分解 他其实还要更难一点 这个更难的问题是这样的 Steven Cook的Cohen Steven Cook呢 另外一个Cohen也是同样这个底 Steven Cook他说 怎么说呢 你看这张图 这张图这里 这个是多项式时间的问题 那这边呢 是NPComplete以上的问题 也就是说非决定性多项式时间以上的问题 那你现在听不懂什么叫非决定性多项式 这个就是有一些计算理论的人 他们在做一些理论上的思考的时候 提出来的一种模式 那这种模式里面有一个东西叫Oracle 那什么叫Oracle呢 各位知道Oracle是一家公司嘛 对不对 有些人会去考他的认证嘛 他做什么的 做资料库的 对不对 那 请问Oracle这个字英文到底是什么意思 Oracle这个公司 它的中文名字是什么 甲骨文 对不对 好 那 Oracle是甲骨文吗 Oracle的中文是甲骨文吗 其实翻译的 也没有完全错 但是 有点远 Oracle这个字在英文上面 翻成中文应该是神域 就是上帝的旨意 它是甲骨文公司 但是Oracle的英文翻成中文 真正的意思是神域 上帝的旨意 好 现在来了 这个所谓的NP的意思是说 我假设有一种机器 这种机器里面有上帝的旨意存在 怎么叫有上帝的旨意存在呢 大概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 假如我想 假如我想有两条路 我不知道应该走左边还是右边 会到达正确的解答 那这时候呢 我只要具有一个Oracle 上帝的旨意 他会告诉我说 你应该走左边还是右边 那你就照着走 然后 走到最后你是不是就得到解答 如果我们把这种Oracle放进这种决策数里面 那我跟着走 那如果我可以在多项式时间里面走到 那色类问题就成为NP问题 也就是说 他用非决定性的方式 这个非决定性 其实是我都走 全部都走 但是最后我只选对了一条 可是我全部都走的时候 我花的时间却只有 只有一层的时间 那意思就是说 你把Oracle放进去的话 也就是说你永远都会走对的路 结果是一样 那这种永远都会走对的路的这种 就叫 就是 非决定性 非决定性的图灵机 永远都会走对的路的 这种Oracle加进去之后 它的能力就跟非决定性图灵机是一样 好 那 这时候呢 我们大概就定义完NP Complete的概念 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有神域的指令的一个机器 你把它加进来 它会比传统的机器更快 更快 好 但是 问题来了 这种加进 非决定性的这种机器 跟 没有加进 非决定性的机器 到底 它在复杂度上面 它有没有比 传统的机器更高级 至少在 在 2的N次方 跟N的K次方 这种 指数型跟非指数型 的部分 是不是有真的区分开 那 Steven Cook就说 这样的问题 其实 是一个 一整类问题 这类问题里面 你只要解掉一个 你对所有的问题 通通都解掉 什么意思呢 那我们看一下 因为Steven Cook 他证明了 一个问题 就是 Circuit SAT 什么 什么叫做 这里要牵涉到 什么叫SAT问题 那这 这里又回到 我们刚刚的逻辑问题上面 像我们有很多 不灵代数式 像这 A or B or C and B or Not A 这样都是不灵代数式 P and not P or Q and not Q 有没有人知道 这个范例二的答案 范例二有没有可能被满足 P and not P or Q and not Q 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被满足 答案是不可能 为什么 对啊 所以Force orForce 还是Force 所以它是一个横假式 永远都是假的式 怎么可能会被满足了 对 所以 有些不灵代数式 是不可能被满足的 那 有些不灵代数式 是可以被满足的 那 问题来了 SAT 就是 我 如果这个不灵代数式 是可以被满足的 那 我就要找出那个满足它的答案 这个就是SAT 问题 那 现在问题来了 SAT 问题 Steven Cook 证明说 它是NP Complete 问题 什么叫NP Complete 所有的NP问题 只要这个解决了 其他通通都解决 那这个看起来很神奇啊 怎么做得到呢 其实 最后 很简单 Steven Cook说 我可以用这个问题 我可以用这个问题来解来模拟电脑的运作 我把电脑的运作呢 写成逻辑式 那只要你电脑的运作 写成了逻辑式之后 那这个逻辑式能够 那这个逻辑式能够 如果你有办法找出这个逻辑式的答案 你基本上就找出了这个电脑 最后应该走哪一条路的答案 所以 是一个磁带机 也就是说 他只有一条磁带 然后有一个读写头 然后读写头 就根据磁带上面 目前这一格到底是零还是一 来决定要不要修改它 然后要往左走还是往右走 这种机器叫做图灵机 那 这边有一个Turing Church Hypothesis 图灵秋奇假设 他说 所有现代电脑的能力 并没有超越图灵机 也就是说跟图灵机相当 甚至比图灵机低 为什么 因为图灵机的磁带是无限长的 但是呢 现在的电脑记忆体是有限的 加上一点还是有限的 所以 即使把现在电脑的记忆体 和硬碟弄成无限 那他也就只是相当于图灵机的能力而已 好 那现在Steven Cook 他证明了一件事情 他把图灵机 拿来描述 然后呢 他就定义了 像这些变数 TiJK 这些 当磁带的Di格 为5号J 在Dk部的时候就常会出 OK 像这样子的 那HIK 当机器的读写头在Di格上面 在Dk部的时候 他会常会出 那QQ 那QQK 那机器处于状态Q 在Dk部的时候 他会常会出 好 那根据像这样的 的定义 那接下来他就可以写出 一堆的逻辑式 这个说 这是图灵机的限制 磁带上每格 只能够有一个符号 不可以同时有两个符号 不可以同时又是0又是1 对不对 这很合理 磁带未被写入时 符号不变 机器在单一状态时 只能 单一时间时 只能有一个状态 这很正常 读写头单一时间 只能有一个状态 这很正常 Dk部读写头 在位置i的状态转移描述 把它写成一个逻辑式 最后结束时 必须接受的状态 把它写成一个逻辑式 把这些逻辑式 全部都接起来 那你就得到了一个 目前这个程式 这个图灵机的描述 那这个描述 如果 你有一个 这个描述 通通都是 布林逻辑而已 那如果你有一个 程式可以解决 布林逻辑的问题 可以找到 布林逻辑的答案 那你不就解掉了 这一个 图灵机的问题 你一旦解掉了 图灵机的问题 那 你就知道 应该走哪条路 才会最短 OK 所以 这里 Steven Cook就证明了 所有问题都可以转成 所有的非决定性图灵机的问题 都可以转成SAT问题 那SAT问题 只要你解掉了 那所有的NP的问题 通通都解掉 但是它只提出问题 它就得了图灵奖 那它没有解答问题 这个问题一直到 从1972年提出来 到现在已经是44年的时间了 没有任何人 可以解答这个问题 如果你解答了这个问题 你应该也会得图灵奖 但是 建议各位 不要把时间投在这里 因为 无数的人投在这里 根本就完全 完全是 没有 没有办法处理掉这个问题 你可以证明它 你也可以反证它 你可以说这件事情做不到 但是你要证明它做不到 OK 那这个问题一直都是计算理论上面的 几个经典问题 哥德尔 完备定理 不完备定理 停止问题 NP complete的问题 那这个大概是我们今天 把理论的部分讲完 待会我们要讲实作的部分 也就是开始写程式了 而且已经写好了 我会给各位看 那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一大堆的 所谓的逻辑问题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做 实作逻辑推理引擎 怎么做逻辑推理引擎呢 待会我先稍微讲一下 到底怎么推理这件事情 那这里你可以看到 在这里我们有一个测试范例 那这个测试范例是 这键号是推论的方向 所以B 这个例子是说B会产生A B会产生A 只要B满足了 A一定会被满足 OK 这里是说C和D都满足的话 就会产生B 只要C和D都满足了 就B一定会满足 那E会产生C F会产生D 那E是40 F也是40 然后呢 C D G会产生Z 那现在来我们写了一个逻辑推理引擎 然后就开始推了 推的结果你会看到 它一开始 然后它就就把它分解 把这个分成前后了 所以你看这个B产生A 就会分成头是A 然后尾巴是B 然后C和D产生B 就会分成头是B 然后尾巴是CD 就这样子 那这里我们都是And式 不用All式 因为All不好推 And这个叫Home Close 红式逻辑 那红式逻辑是最好推的一种逻辑 所以我们现在处理的只有处理红式逻辑 好 那这里你又看到 开始推了 它会说 OK 现在E是40 E是40 所以呢 一开始就有E了 F是40 所以一开始就有F了 好 接下来从E和F这两个事实里面 我可以推出其他什么样的事实呢 这边我们就看到 E会产生C 对不对 所以C也是40 加进来 F会产生D 所以D也是40 加进来 好 接下来呢 事实已经有四个 EFCD 对不对 EFCD 那这里你又看到 B也被产生了 为什么呢 因为C和D都是40 所以B就被产生了 对不对 OK 所以B也被产生了 接下来A也被产生 因为B已经是40了 所以A也被产生 好 那Z有没有被产生 没有 因为G 不是 这里没有说G是40 所以你没有办法推论说Z是40 这样的吧 所以这是一个推论系统 那这种推论系统有什么用 你这样看会觉得 它只不过是一些符号的游戏而已 但是 这个东西其实是 有某些用途的 比如说 在 在我们的 很多 比如说生物学的分类体系里面 那你 如果今天观察到一些现象 我没有办法推论出 它到底是 结论是什么 好 举个例子而言 有一堆动物 那 那我 如果观察到这个动物是有毛的 而且 它有乳腺 然后 然后 它有体 那我能知道它是哪一类动物吗 OK 那就有很多可能性 对不对 不止一种 但是如果你 今天的目标物只有几种而已 你就很清楚的 它到底是哪一种 所以我们这边来看 有毛的话呢 哺乳类 会秘乳 哺乳类 有羽毛 鸟类 会飞 而且会生蛋 鸟类 哺乳类 而且吃肉 是食肉类 有爪 有利子 两眼前世的话 也是食肉类 哺乳类 有提的话 是有提类 哺乳类 会反除的话 是呕提类 哺乳类 吃肉 而且有斑点的话 是猎豹 因为 当然这不只是这样 可是 可是 假设在这个世界里面 目前就 只有几种动物的话 那我们透过这几点 我就可以推认 它是猎豹 那基本上 我也想不出别的动物 哺乳类 吃肉 而且有条纹的话 那大概就是老虎了 对 有提类 长腿 而且有斑点 长颈鹿 有提类 有条纹 那斑 鸟类 而且腿很长 那就是鸵鸟 好 那透过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写 用刚刚的方式 同样的方式 写一个程式 那用刚刚的推论 法则 然后呢 这里 我们一开始一样把 规则分解 然后这里 它会问你 请你输入现在的现象 你说 有毛 那有毛 它就推论出 是哺乳类 然后呢 你再说 吃肉 吃肉 它就知道 OK 接下来 又可以推论出 食肉类 OK 有条纹 它就直接推论出 老虎 那这个是在动物领域 如果你把它放到医疗领域 这个东西很有用 你今天跟他说 我感冒 然后呢 流鼻水 鼻塞 然后发烧 几度 对 然后推论 那你应该吃R4P0 之类的 普拿疼 它就 其实医疗的诊断 可以用这种专家系统来进行 而且 在很早的时候 就已经有很成功的范例 做这种事情 对 比如说 各位知道 MySync是抗生素 对不对 但是电脑里面有个系统 叫MySync 而且很早就有 MySync是一个简单的推力引擎 它有大概600条规则 它是一种逻辑推论 的系统 然后呢 你看哦 史丹佛大学的医院调查 MySync的诊断率有65%正确 但是呢 这看起来不高 问题是 医师专家 常常他的诊断只有50% 所以65%比人还高啊 各位知道 那个医生对S光片的 很多疾病的诊断率啊 很多是低于20%的 正确率很多是低于20% 所以误诊才是常态 确诊是那个医生真的太厉害 OK 你从那个S光片能看出什么呢 那个我们一般人看 怎么看都是一样啊 那他们可以看出来 已经很厉害了 啊现在 就是这种诊断其实很复杂 那所以像最近那个Watson 有没有 华生 我们之前有看过 他在那个意志问答的 节目上面 彻底击垮人类对手 那 现在Watson的一个最重要的 应用领域 大概就是医疗领域 他希望用Watson来 华生来取代医生 OK 所以在196 这个196几年的系统 他就已经在抗生素的开药系统上面 打败人类 当然这是一个小领域 可是现在的电脑更强更快 而且推论的方式更厉害 有些加入几率的 有些加入神经网络的 一堆像华生就有加入神经网络之类的 这种功能 那所以他们会变得更强 像最近的阿拔沟 那会变得更强 那他能不能 拿来实际用 现在已经看起来是可以实际用 可是这里会有很多的 阻力 第一个 你要把它用到医疗领域 医生反不反对 如果你是医生 OK 用到这边来 我会不会失业 那我要不要反对 所以这里会有很多阻力 那另外是 医疗纠纷 如果今天是由你电脑造成的 你要不要负责 如果今天电脑 诊断之后 开的药是错的 那到底谁要负责 设计电脑程式的人吗 还是 使用电脑程式的人 还是 不管怎么样都是医生负责 还是不管怎么样都健保群负责 有很多 麻烦的问题 所以这种系统 有时候 要真正使用 问题 可能不是因为它的正确率 可能是因为 周边的这些问题 所以最后没有真正上线 那不过最近好像开始有一些要上线 OK 这是 MySIM的一些 对话的意思 他在问一堆问题 OK 这比较专业 每一种 这个MySIM这种恐怕不是 一般使用者就可以用 但是我们刚刚的那个例子 是一般人就会用的吧 就这种动物的推论是 一般人就可以用 OK 所以 待会我们再来执行这个程式 我们先休息一下 OK OK OK